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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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好兴致啊 之前还口口声声说与小春交好 现在好姐妹自焚而死 你却还有心思在这儿练琴 难道不为好姐妹的死 而伤心难过吗 小春做出枸杞乱纲之事 死有余辜 有什么难过的 当时妹妹你啊 一招偷天换日玩得真是妙 敢冒着生命危险 在皇家天牢救人 还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姐姐真是佩服 不过 这可是欺君之罪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幸运 妹妹 可要小心了 该小心的人是你了 当日用绣花鞋来害我 亲人又借贾运仪式来害小春 中间多少次鸣枪案件 且次次手段狠毒 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 这背后是谁搞的规模 妹妹 我们是亲姐妹 我怎么会害你呢 我是有容忍的度量 但是不大 尤其是对你 我劝你最好别来挑战我的底线 我虽然不知道你要得到什么 但是有我在 你就什么都别想拿到 对了 对了 忘了和你说 我已经出嫁不常入宫 所以你也没有理由 继续留在这宫里了 我已经和德妃娘娘说好 让你近日离宫 回府照顾家人 好你个小微 不仅敢反击 还竟敢切断我后路 皇阿玛 用于黄河水患救援的银两 现已批往沿途各线 而臣已经命人监管 此次定会将救济金 落于实处 这里有一本名册 上面是人员的名单 请皇阿玛过目 先放哪儿吧 朕晚些再看 皇阿玛看上去有些疲惫 是否是身体有些不适 皇阿玛 儿臣舍就给您招太医学 不必了 不打紧的 朕是昨日没有睡安生 所以才会精神不化 并无大碍 也许是宫中 最近发生了许多事情 惹得皇阿玛 忧心过重了 朕最近呢 日日都能梦见仁孝皇后 她是朕最爱的女子 朕越是在梦里头遇见她 就越感到羞愧 对 甚至想躲开 她在临终前 朕答应过她 一定要亲手教导应人 让其为人为善 可谁曾想啊 她竟做出此等丑事 真是荒谬啊 皇阿玛 既然事已至此 您也别太过伤神 保重龙体要紧 儿臣那里有上好的安神药茶 稍后给您送过来 不甘和耻辱 是皇阿玛最大的心结 她不愿承认太子这个错误 是自己亲手所致 而能解开她心结的唯一办法 就是原谅 原谅了太子 也就是原谅了她自己 十四爷还真是沉得住气啊 你之前说过我的手段是自作聪明 那十四爷打算何时出手呢 十三爷 竟然可以在皇家天牢救走死囚 他的能力可想而知了 这朝堂之争 本就是你死我活 若现在还不出手的话 怕是等到太子下位之时 也没有办法将其斩草除根 若是等他们尽得民意忍心 那十四爷 也就再无翻身的余地了 我自有打算 既然早就有打算 为何迟迟不出手呢 之前的十四爷 可是不会对十三爷如此心软的 你还是为了明威 十四爷 你究竟要为了他来奉任遁守多少呢 你要为了他欺之大局而不顾吗 十四爷 你醒醒吧 人家根本就不会领你的情的 你们注定是两条路上的人 待到陈王败寇 人家只会笑着看你哭 十四爷 男人就要做男人该做的事情 既然是男人该做的事 你就不要再插手了 我早就说过了 我自有打算 最好你能说到做到 十四爷 德妃娘娘在偏殿 你可以直接过去 我不是来找额娘的 我是来找你的 我跟你没什么话说吧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但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宫中局势复杂 这次你能在老十三的帮助下 顺利救走小春 实属侥幸 答应我 不要再继续犯险了 保护好自己 否则 会害了你的 你和明慧说的话 还真是如出一辙啊 她之前跟我说 不会有永远的幸运 让我小心 你现在又来跟我说 这次纯属侥幸 继续下去会毁了我自己 你们还真是默契啊 明慧有一句话说得对 朝堂权位是我们兄弟之争 接下来的局势 会更加严峻 所以我不希望你再趟这趟浑水 要学会明哲保身 可每次搅乱浑水的人 不都是你们吗 我又怎么能明哲保身呢 十四弟 我不知道你这话里话外的意思 但我明白 你有你的坚持 我也尊重你的立场 不过我有我自己的执着 即使危险 我也一定要保护爱的人 即便是死 即便是死 你为什么每一次 都要站到我的对立面 脚下的路都是自己选的 先告辞了 不该拿你怎么办呢 不该拿你怎么办